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本身是越高阶的 自然基因也会特别复杂 这句话又错不错 你都会预期你的DNA 给香蕉的DNA会复杂 资讯量会是… 你当然是DNA给蟑螂的DNA复杂 否则就会被假释 这是我们很自然的假释 但不一定是对的 我们于是会去问 究竟我们周围找其他生物 我们认为人很复杂吗? 但我们亦找到一些生命 它的基因量 里面的资讯量是比人类多 但它们出来可能是一种 我们都觉得很低等的生物 我们便可以去找 我们撇开我们看到这些生命 是否高等 我们就尽管去找世界上周围的 所有植物、动物这些生命 哪一个是拥有最多的基因资讯在里面呢? 这就很有趣了 最近的记录就是刚刚这个星期 有一个公布 我觉得挺有趣的 就是图中大家看到的这棵植物 它这个植物拥有的基因资讯的长度 你知不知道被人多了多少倍? 这个新闻也有说的 是多了50倍的 如果把基因组 是真的把它拔出来 就是你考虑了 因为基因的东西是软公虾 不是软公虾在细胞盒里面 你真的把弹网拉出来 把弹网拉出来 变回直线 是有100米左右的基因组 但是整个基因组 这100米左右的基因资讯 屈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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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细胞盒里面 所以也挺厉害的 相比之下 人的基因组 就短很多了 人的基因组 比较短50倍 即是除了数据 人的基因 你将它拉长 2.1米左右 那么长 是否里面有很多肺肺 这就是大家要问的问题 要谈谈这种植物 其实是一种缺类植物 Fern 香港未必直接找到这种 但是在香港去到郊外 很容易见到铁蚂奇 Fern那种缺类植物 我见到很多了 就算是普通行去山边 是普通的野草 香港的野草也超多 不用一定去到郊外公园 而且最近我是吃过的 是的 而且部分的缺类是可以吃的 缺类是其中一个最独特的特色 我记得初中读生物学也有说的 就是它不是开花结果的 是你将缺类植物的叶 一反转就有很多这些包子 即不是灵芝包子那些 但它是一些都会进行叶绿素 有叶的植物 但是它的繁殖形式 就是在叶底藏了很多包子 如果你说是菌类菇类 它们就不是绿色的 就不是靠叶绿素 但它们也在散的帽子底 有很多包子 但是很有趣 这种缺类植物就是介乎一个 它又不是开花结果的植物 但它会进行光合作用有叶绿素 但它亦是以一个在叶底 去生包子出来 去繁殖的一种这样的植物 而这些缺类植物 也不是只有一种的 有些可能是一只爪伸出来的 如果台长画面展示出来 就像一棵这样出来 但如果生得大一点的时候 它上面的叶慢慢生出来 就会变成一把绿 一个爪 这些缺类植物 如果它仍在树苗阶段的时候 它未起渣的时候 就是野菜可以吃的 小弟还记得 台长吃这种缺类植物 是野菜的时候 它是怎样叶来吃的 它是要撕走的 要撕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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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多数有时都是要早上摘的 而且如果是吃四川菜 是做麻辣的 它就会有纸和黄和绿 搅拌一些红油赤醬 吃下去很强的麻辣口感 但吃下去很爽脆 我正想说 我那次吃就非常爽脆 是的 我非常觉得好吃 是的 如果在村菜中 你叫缺菜 就是缺类植物 那个缺字 你又叫缺菜 其实如果 香港我不知道 现在的超级市场是否 如果你回到深圳的超级市场 也有 已经做好一盒盒给你缺菜 就是那些四川式的野菜 而我后来发觉 去到台湾 你去到日月谭等 如果你吃的原住民菜 exactly是同一种品种 它们叫过猫 它们不是将它做麻辣的 而是将它拌生鸡蛋 也是吃出来 稍微煮一煮 非常爽脆 接着就拌生鸡蛋 吃下去就不会粗口 然后吃下去就很爽脆 当然你要调味 加些盐 加些咸味 基本上这种野菜 就是这些缺类植物 是有时我们会成为野菜摘来吃的 我们眼中认为 这些还要是没有很复杂 又不开花结果机制的 这么基本的植物 它竟然拥有的基因量 是比人类50倍的 人类都应该算多基因资讯了 你想想一下 人类基因排序工程 你要将人类细胞核基因的排序 都用了这么长时间 即是由80年代、90年代 一直排到今时今日 都算是未排完100% 99.9%多 有些更复杂的部分 都还未排完 然后有些其他生物 例如蝸牛、鼻涕虫 它们的基因量较少 就排序了 有时老鼠也会认为 很简单的 蝴蝶也排序了 反而这种特别种类缺类植物 竟然有这么多 围围围围围围的DNA 还比人类多倍 反而将它排序 真正整个资讯记录 反而是麻烦的 是比人类多久的 台长刚才还问了问题 是不是里面有很多 垃圾基因资讯呢? 是 人类的基因资讯 也有垃圾 也不是全部有用 是的 而且我们发觉 有时那些垃圾 对于人类来说 有时我们认为 那些没什么意义的 基因资讯是有用的 例如你提到 那些叫Telamere 是专与那些 端粒看 是的 那些有用资讯的头和尾 那几粒 是最端端的 所以叫端粒 那些端粒你不可以没有 因为它一路复制的时候 就会脱离一些 你没有端粒的时候 它就脱离了有用资讯 于是乎你有用资讯受损 所以那些细胞出来 基因资讯不完整 功能不齐全 就代表老化 就是人衰老的原因 就是这样的意思 所以那些是需要有些没用的东西 起码其中一种用途 我们就知道了 但是现在在这些端粒植物里面 应该就会有很多 这些这样的资讯留意 但是这里又要提提 在这个新闻里面也有报导 如果我们纯粹告诉大家 发现了一件事 基因资讯很多 那不用说整节 但是有一些更重要的问题 亦在这里提出 是很多生物学家都未解答到的 这些过剩的基因资讯 那么多粒实基因资讯 为什么没有被淘汰 在这个演化过程中 为什么可以容许流下来 在整个过程中 究竟如何发生 似乎有一些其他生物 在它演化过程中 选择去扔掉这些多余的基因 但是在这种生物内 没有这样去做到 而它亦都可以继续传流下来 这件事就很古怪 这是其中一个问题 有人就会说 它多余的基因 即这些基因资讯 有时就会往往起到一种 保护重要基因资讯的作用 可能就会令到它 一些很核心的基因资讯 就算被破坏了 譬如我们之前那一节 讲宇宙射线 地球磁场 地球磁场小了 宇宙射线强了 打散了它的基因资讯 它就可能 如果多余DNA 就会更加容易掀起到 自己的收护机制 去保护原有DNA 把那些失落的资讯还原 这样也不奇怪 这个可以是一个好处 但同时间 那么多基因资讯 可以在一个坏处如何体现呢 就是说 你的基因资讯这么大 即是说你要将更多 给人类基因资讯 还要多50倍的东西 塞在你的细胞核里面 即是说装得很满 你的细胞核 里面一抄也要抄这么多东西 里面一装也要装这么多东西 是会令到你整个的种子 是重了的 即是你需要一个更大的结构 来包装 你要做的种子 要做大粒了 那是否要影响了 你的基因资讯的传播呢 即是很简单 你要运输资讯 但是你要这么多资讯 是垃圾资讯的时候 你的运输成本 你的传递成本 强了 其实会影响你演化的 但是演化的游戏 很有趣的 你以为一个 即是所谓有利的方向 似乎不止一个 但是这是要看地理环境 譬如地理环境 它没有大和小都可以生存 它没有这样的需要 要淘汰 尤其是这里 也没有人去的 是的 即是如果它不需要 肩负一个要在新环境生存 然后要传播很远 以及适应很多不同的气候变化 这样的时候 往往就不需要怎么变化 这些例子你发觉 很有趣 有些也不需要怎么变化 但它本身的基因上 可能已经有一个优势 就是我们今天也没有选择 这个题目来说 就是蟑螂 你发觉很远古的蟑螂 不需要怎么变化 和今时今日的蟑螂 也很相似 它的基因似乎在天生 已经建立得很好 令到之后地球环境如何变化 打黑箭的蟑螂也没有事 没错 人类死光了 蟑螂也不会死光了 最后就是 所以有人也说过 你的基因的保留 生活能力越强 真的越能够熬过核子冬天 往往就会成为人类文明消失之后 主宰占领了整个地球的下一代生命 人类是有一个盲点的 即是你以为有智慧 你就可以适应任何的环境 其实不是的 智慧或者我们的聪明知识 不代表你适应到任何的环境 蟑螂就行了 是的 但刚才你的端粒问题 我们可否反过来想 就是说 例如如果我们多加些端粒体 会否令到我们衰老的情况减慢 这里可以顺便重温 我们比较久没有选择这些题目去谈 就是防癌、防衰老等问题 其实个中原因就是 暂时未见到有些很突破性的进展 以往我们… 有人想的 这些基因我们如果认识它 如果你发现这些垃圾基因是有功能的 它可能不是帮你承载了更多 关于身体特征的资讯 但它的功能可能就是 去保护你核心的资讯 你可能整个器官 整个身体的器官来说 有一些很重要的器官 在它的繁殖过程中 是不想出错的 但是你会发现更多其他 你认为的那些多余的资讯 就是帮你去保护这些资讯的时候 最后出来的下一代就会是好的 好了 有时如果你说这个问题就是 好了 生的出来 很不幸出现了癌症 或者你想防癌 端粒越来越短 你可否加长它呢? 我们是有一些方法 对于某一些细胞的基因 将它的端粒加长是有的 但是你会否发现一件事就是 你不单止可以加强了 正常细胞的端粒 你是连癌细胞的端粒也加强了 癌细胞其中一个 尤其是癌细胞因子 癌细胞这些 其中一个很麻烦的就是 它的端粒懂得自我收护 癌细胞是永生的 是永生的 它永生的为何呢? 它的端粒保护得很好 它不甩脏 它自己懂得收护 所以有时 你以身体内 你以防癌 你去加一些东西 抗衰老 去加长端粒 但很差不差 就是可能你身体上 可能有一些癌 是突然之间出现醞酿 但未发出来 但你都将它加强埋锁的时候 那便宅用了 所以往往是这样的疗法 是一个两面剑 大家暂时未找到一个很稳妥的方法 就是说 只能令你健康细胞延年益受 但不会令你身体内 多了癌细胞延年益受 大家给不到这样的保证 所以暂时你可以说 我们对于基因机制认识 还有另一个很深入的课题 未完全掌握 现在其中一个 我觉得是由这一节 这个题目开始讲起 就是这些所谓 我们多余 我们认为是Junk DNA 垃圾基因 是否真的垃圾呢? 会不会只不过是有些功能 我们未反映出来 我们未知呢? 我们只能承认 我们对于基因的功能 有时是一个基因去表现 可能有多种功能 或者有些我们完全以为 是没有功能的 原来是有功能的东西 未有一个很全面的认识 所以藉着这个发现 就开启了这个题目 我们这一节要结束 接着是科学回忆6 神秘的事 第一节 2022神秘的事 跟大家见面了 今天会跟大家讲些什么呢? 就是那一宗 在飞机上发生的 古怪事件 嗯? 话说 在几个月之前 就是一架 美国的内陆机 突然间有个女人 站起来 大炒大賴 说要下机 到底发生什么事呢? 这个女人 就说坐在他旁边的 就不是人类 大家不下机 乘机人都会死 有很多网民说 其实这个女人 可能是没有说大话的 就是说 坐在他旁边的 是一个 shape shifter 有很多网民说 那几图 你怎样看呢? 这件事 其实也不算是新的 以前我们向神秘的夜 都有提过的 鹅兽 什么是鹅兽呢? 鹅兽就是 可以变成人形的神兽之一 为什么今天神秘的夜 会讲这个题材呢? 其实你想想 如果Shift Shifter 是真的 会不会 我们身边的人 其实未必真的是那个人来的呢? 其实是Shift Shifter 去模拟那个样子的那个人呢? 那换句话来说 可能有一天 有些观众在看的 就并不是我和阿几涛在做节目 而有两个人 就扮我们在做节目 但如果是这样 就很糟糕了 有机会 人们就在追追假的节目 就不记得追我们的节目 关键是 如果观众看完之后 在YouTube上面 他们订回一个订阅 那问题是否解决了呢? 没错 其实我和阿几涛 就真的没有夹过 但正正就是我想说的东西 其实呢 就有人假扮我们两个 是不重要的 最重要 就是用YouTube平台 看我们的节目的观众 就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 和钟仔在这里 就按一下 我们有新的节目 就会有通知的了 好了 今天的神秘的东西 就是这样 之后就有神秘之夜了 并不是真的我和台长 不是 只是我和台长 对 我是企图 对